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专家表示 这两个词汇均属于考研英语大纲 5500词当中的基本词汇并不超纲 是考生应该掌握的写作基本词汇 日前记者从中南大学乡雅二医院获悉 医院招募短信戒烟志愿者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 短信戒烟能够促使成功率加倍 研究将戒烟医院者分为每天三到五条短信 和每周三到五条短信干预组以及对照组 对十点戒烟率进行比较发现 短信戒烟干预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再来往下看 记者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 即将会研究员领衔的国际团队 通过观测找到了原行星盘当中存在的 漩涡结构的证据 那这一发现对未来研究太阳系当中的 行星起源和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再来往下看 最近在这个浙江的宁海 一辆货车在高速路上忽然起火 虽然人没事啊 但是车上的螃蟹却损失惨重 全被烤熟了 具体情况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视频 这是怎么了 货车高速路起火 人没事 一车螃蟹全被烤熟了 跑着跑着 我看车子就着了 着了我就往边上靠 还能等着靠过来 我看火就着大了 莫名的心痛啊 隔着屏幕我都闻到螃蟹香味了 看你那点出息 高速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需要注意安全的呀 还有下面这位 哎呀 这太吓人了 这路过的摩托车 险些被砸中 事实证明呢 总有人无视线高杆 这辆公交车可没这么幸运了 疼过来了 他倒一下都不行了 哎呀 挑一挑的再见啊 哈尔滨大雪后 街道如纪念 车辆行驶时 轮胎打滑 慢 慢 没有肋力上 你去拆一点点 看这就在那儿 阿五八五八 你的行为军事 被我录下来了 阿五 阿五七 最可怜啊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所以东北的冬天 没人敢碰瓶 下雪天呢 车本来就不好开 还有人冰面玩飘移 冬至 然后旁边有好多车 在那个水货旁边停 然后有几辆越野车 还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他们在那个冰面上开 然后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不小心掉进了那个冰窟窿 然后好多人一起往处拉 然后拉了半天没拉出来 最后还是用一辆越野车 给拖出来了 我看他就是嘚瑟 这就是乐极圣杯 好了 以上就是此时段内容 容天下 整点说 一段广告过后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整点话题板块 今天的整点话题是 2018您想告别什么 2019您又想迎接什么呢 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来听一听 赵龙和两位嘉宾怎么说